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诗约 混沌未分天地乱 茫茫渺渺无人见 自从盘古破鸿蒙 开辟从姿轻酌变 附在群生扬至人 发明万物皆成善 欲知造化会员功 须看西游是恶传 盘古开辟三皇制式 五帝定轮世界之间 最分为四大部州 约东圣神州 约西牛鹤州 约南善部州 约北巨卢州 本剧单表 东圣神州 却说神州海外有一国土 名曰澳来国 国进大海 海中有一座名山 换为花果山 那座山正当顶上 有一块鲜石 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 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有二丈四尺为圆 按正立二十四气 上游九窍八孔 按九宫八卦 四面更无数目遮阴 左右倒有枝兰相衬 该自开辟以来 眉兽天真地秀 日经月华 感知济久 虽有灵通之意 内玉仙胞 一日蹦裂 铲衣石卵 似圆球样大 阴剑锋化作一个石猴 五官俱备 四肢皆拳 便学爬学走 败了四方 沐运两道金光 射冲斗斧 京东高天上圣 大慈忍者 玉皇大天尊 玄穷高上帝 驾坐金雀云宫 灵霄宝殿 聚集仙青 见有金光燕燕 急命千里眼顺风 而开南天门观看 二将国奉旨出门外 看得真 听得明 须于回报道 臣奉旨观听金光之处 乃东盛神州 海东傲来小国之界 有一座花果山 山上有一仙石 石产一卵 剑锋化一石猴 在那里 拜四方 掩韵金光 射冲斗斧 如今浮而水时 金光将前西矣 玉帝垂赐恩辞约 下方之物 乃天地精华所生 不足为意 那猴在山中 却会行走跳跃 石草木 引荐泉 采山花 密树国 与狼虫为伴 无豹为群 张鹿为游 弥园为亲 夜宿石崖之下 招游风洞之中 真是山中无家子 寒尽不知年呢 一朝天气炎热 与群猴避暑 都在松烟下玩耍 你看他一个个 跳树攀枝 采花密国 跑蛋子瓦摩尔 跑沙窝气包塔 赶蜻蜓扑罢了 参老天拜菩萨 扯隔腾变草墨 捉狮子 咬又掐 李毛衣替指甲 挨的挨 擦的擦 推的推 压的压 扯的扯 拉的拉 轻松临下 任他玩 绿水渐边 随喜拙 一群猴子耍了一会儿 却去那山剑中洗澡 见那股剑水奔流 真个似滚瓜涌剑 古云 勤有勤言 瘦有兽语 众猴都道 这股水不知是哪里的水 我们今日感闲无事 顺剑边往上溜头寻看圆流 耍子去 寒一声都拖男妾女 呼凶呼地 一起跑来顺剑爬山 直至圆流之处 乃是一股瀑布飞泉 但见那一派白红起 千寻雪浪飞 海风吹不断 江月照还仪 冷气分清涨 鱼流润翠微 缠缘鸣瀑布 真似挂帮连 众猴拍手称阳道 好水 好水 原来此处远通山脚之下 直接大海直播 哪一个有本事的 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 我等 即拜他为王 拜他为王 拜他为王 连呼了三声 呼见丛杂中 跳出一个石猴 应声高叫道 我进去 我进去 好猴 也是他 今日风鸣险 时来大运通 有缘居此地 天前入仙宫 你看他明目蹲深 将身一纵 竟跳入瀑布泉中 呼睁睛抬头观看 那里边却无水无波 明明朗朗的一架桥梁 他住了身定了神 仔细再看 原来是座铁板桥 桥下之水冲灌于石窍之间 道挂流出去 遮蔽了桥门 却又欠身上桥头 再走再看 却似有人家住处一般 真是个好所在 担见呐 脆险堆蓝 白云浮育 光摇片片烟霞 虚窗净逝 滑瞪板生花 乳窟龙珠已挂 迎回满地奇葩 锅灶棒牙存火计 尊雷靠岸 见夭渣 十座十床真可爱 十盆十碗更堪夸 又见那一杆两杆修竹 三点五点梅花 几树轻松 长带雨 浑然像个人家 看霸多石 跳过桥中间 左右观看 只见正当中 有一石结 结上有一行 楷书大字 捐着花果山浮地 水连洞洞天 石渊喜不自盛 急抽身往外便走 赴明目蹲身 跳出水外 打了两个呵呵道 大造化 大造化 众猴把他围住 问道 里面怎么样 水有多深 水有多深 没水 没水 原来是一座铁板桥 桥那边是一座天造地设的家的 怎见得是个家的 这股水 乃是桥下冲灌石窍 倒挂下来遮蔽门户的 桥边有花有树 乃是一座石房 房内有石锅石灶 石碗石盆 石床石凳 中间一块石尖上 捐着花果山浮地 水连洞洞天 真的是我们安身之处 里面且是宽阔 容得千百口老小 我们都进去住 要省得受老天之气 这里边 刮风有处躲 下雨好存身 霜雪全无惧 雷声永不闻 阴霞常照耀 祥瑞美争勋 松竹年年秀 齐花日日新 众猴听得 各个欢喜 都道 你还先走 带我们进去 进去 石猴却又明目蹲身 往里一跳 叫道 都随我进来 进来 那些猴有胆大的 都跳进去了 胆小的 一个个身头缩紧 抓耳挠腮 大声叫喊 缠一会儿 也都进去了 跳过桥头 一个个 抢盆夺碗 战造 争床 搬过来 移过去 正是 猴信 顽劣 再无一个凝食 纸般的 立卷 神皮 方指 石猿 端座 上面道 列位啊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 你们猜说 有本事进得来 出得去 不伤身体者 就拜他为王 我如今 进来又出去 出去又进来 寻了这一个洞天 与列位安眠吻睡 各想成家之福 何不拜我为王 众猴听说 即拱府无为 一个个 蓄齿排斑 朝上礼拜 都称千岁大王 自此 石猴 高登王位 将十字引了 遂称 美猴王 由师为证 时曰 三阳交太 产群生 鲜石包含 日月经 借卵化猴 玩大道 假他名信 佩丹成 内官不识 英无相 外何明知 作有行 历代人人 皆属此 称王称圣 任纵横 美猴王 领异群猿猴 弥猴 马猴等 分派了君臣左使 照游花过山 目宿水连洞 和气同情 不如飞鸟之丛 不从走兽之泪 独自为王 不胜欢乐 是以 春彩百花 为饮食 下寻诸国 做生涯 秋收玉丽 岩石节 东密黄金 杜碎华 美猴王 享乐天真 何其有 三五百载 一日 与群猴喜宴之间 忽然忧恼 剁下泪来 众猴慌忙 裸败道 大王 何为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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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我虽在欢喜之时 却有一点远虑 故此烦恼 大王毫不知足 我等日日欢慧 在仙山福地 鼓舞动神州 不服麒麟霞 不服凤凰馆 又不服人间王位 所拘束 自由自在 乃无量之福 为何远虑而优也 就是 今日 虽不归人王法律 不惧禽兽微福 将来 年老血衰 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 一旦身亡 可不往生世界之中 不得久住天人之内 众猴闻此言 一个个颜面悲蹄 据以无常为虑 只见那般不忠 忽跳出一个通背猿猴 立声高叫道 大王若是这般远虑 真所谓 道心开发也 如今 五重之内 没有三等名色 不服阎王老子所管 你这是哪三等人 乃是 佛与仙 佛与神圣三者 躲过轮回 不生不灭 与天地山川 其手 此三者 居于何所 他只在 沿浮世界之中 孤动 仙山之内 侯王闻之 满心欢喜道 我明日 就慈如等下山 云游海角 远射天涯 务必访此三者 学一个不老长生 常躲过 阎君之难 这句话 顿教跳出 轮回往 致使齐天 大盛成 众侯鼓掌 成阳 都道 善哉 善哉 我等明日 月灵登山 广寻些国品 大赦 筵席 宋大王也 宋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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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日 众侯国去采仙桃 摘一国 跑山药 竹黄精 芝兰相会 摇草齐化 斑斑渐渐 整整齐齐 摆开十凳十桌 排列 仙九仙摇 单见那 金文猪蛋 红蛋黄肥 金文猪蛋 辣硬草 色真干美 红干黄肥 俗美子 胃果香酸 鲜龙眼 肉甜皮薄 火力枝 何小攘虹 林琴必食 天知县 劈一把香包 带夜情 兔头离子 鸡心枣 消可除凡 更解成 香桃烂性 买衣刚刚 四玉叶穷江 翠里杨梅 酸金银 如枝树高涝 红阳黑子 书西化 四瓣黄皮 大势子 石榴裂破 丹沙力 献火荆株 玉力剖开 鞭镜 弄团金马脑 胡桃银杏 可穿茶 叶的葡萄能做酒 真宗匪奈满盆城 举着干城 云暗白 殊微山耀 滥竹黄金 捣碎福林 并异以异 施过威火慢行征 人间众有 真修味 神比山猴乐更云 群猴尊美猴王上座 各一池间排于下边 一个个轮流上前 凤酒凤花凤果 痛饮了一日 此日美猴王早起 骄傲 对 小的们 替我折些枯松 编做法子 取个猪肝做糕 收拾些国品之类 我将去也 国独自登法 尽力撑开 飘飘荡荡 竟向大海波中 趁天风 来渡南善布州地界 这一去 正是呢 天产仙侯道行龙 离山驾伐 趁天风 飘洋过海寻仙道 立志前修 建大功 有份有缘 修俗愿 无忧无虑 鬼圆龙 料应必欲 知音者 说破原流 万发通 也是他运至时来 自登木筏之后 连日东南风紧 将他送到西北岸前 乃是南善布州地界 持高试水 偶得潜水 起了法子 跳上岸来 只见海边上 有人捕鱼打雁 挖个桃檐 他走进前 弄个把戏 装个掐虎 吓得那些人 丢筐气网 四三奔跑 将那跑不动的 拿住一个 剥了他的衣裳 野学人 穿在身上 摇摇摆摆 穿舟过福 在世禅中 学人礼 学人话 朝餐夜宿 一心里 访问佛仙神圣之道 你个长生 不老之方 见世人 都是为名为利之徒 更无一个 为生命者 正是那 争名夺利 皆实修 遭起迟眠 不自由 骑着驴螺 斯骏马 官居宰相 望王侯 只愁衣食 丹劳碌 何怕炎君 旧渠沟 继子殷孙 屠富贵 更无一个 啃回头 猴王参访仙道 无缘得欲 在于南善布州 串长城有小县 不绝八九年鱼 呼行至西洋大海 他想着海外 必有神仙 独自个儿 以前做法 又飘过西海 直至西牛鹤州地界 登岸遍访多时 呼见一座高山秀丽 临露幽深 他也不怕狼虫 不惧狐豹 登山顶上观看 果是好山 千锋排挤 万刃开平 日映蓝光清索脆 雨收带涩 冷寒清 枯藤缠老树 古渡戒幽成 齐花锐草 修竹桥松 修竹桥松 万载长青 七伏地 齐花锐草 四十不屑 赛鹏迎 幽鸟提升尽 源泉响流青 重重骨壳 支篮绕 处处 蝉崖 台显生 祈福鸾头龙脉好 必有高人 隐姓名 正观看见 虎闻的临身之处 有人言语 急忙驱步 深入林中 侧耳听 原来是歌唱之声 歌曰 《闻起荷兰发木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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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猴王听的此言 满心欢喜道 神仙原来藏在这里 急忙跳入里面 仔细再看 乃是一个乔子 在那里举幅砍柴 但看他打扮非常 头上戴若栗 乃是心损出托之拓 身上穿布衣 乃是木棉碾旧之杀 腰间济环涛 乃是老残口吐之丝 足下踏草旅 乃是枯杀搓旧之爽 手指中刚斧 担碗火麻绳 搬送匹枯树 争似此桥能 侯王尽前叫道 老神仙 弟子起手 那乔汉慌忙丢了符 转身打理道 不当人 不当人 我浊汉衣食不全 怎敢当神仙儿子啊 你不是神仙 如何说出神仙的话来 我说什么神仙话 我才来之临边 只听得你说 相逢处非仙即道 静坐蒋黄庭 黄庭乃道德真言 非神仙而合 实不瞒你说 这个词名作满庭方 乃依神仙教我的 那神仙与我设下相邻 他见我家世劳苦 日常烦恼 教我呀 遇烦恼时 即把这词念念 一则散心 二则解困 我才有些不足处思虑 故此念念 不期被你听了 你家既与神仙相邻 何不从他修行 学得个不老之方 却不是好 我一生命苦 自幼蒙父母养育至八九岁 才知人事 不幸富丧 母亲居双 再无兄弟姊妹 只我一人 没奈何早晚侍奉 如今母老 一发不敢抛离 却有田园荒芜 衣食不足 只得着两束柴心 挑向侍蝉之间 获几文钱 抵几生米 自炊自造 安排些茶饭 供养老母 所以呀 不能修行 据你说起来 乃是一个行孝的君子 向后必有好处 担忘你 只有我那神仙住处 却好拜访去也 不远不远 此山叫做林台方寸山 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 那洞中有一个神仙 称名须菩提祖师 那祖师出去的徒弟 也不计其数 见经还有三四十人 从他修行 你顺那条小路 向南行七八里远近 及时他家了 侯王用手 扯住侨夫道 老兄 你便同我去去 若还得了好处 绝不忘你指引之恩 哎呀 你这汉子 甚不通便 我方才这般与你说了 你还不行 假如我与你去了 却不误了我的生意 老母何人奉养呢 我要着柴 你自去自去 侯王听说 只得相辞 出生林 找上路径 过一山坡 约有七八里远 果然望见一座洞符 挺身观看 真好去处 但见 烟霞散彩 日月遥光 千株老百 万劫修黄 千株老百 带雨半空 清燃燃 万劫修黄 寒烟一鹤 色苍苍 门外 齐花不紧 桥边 摇草 喷香 石牙突兀 清台润 悬壁 高张 翠显长 石闻 仙鹤立 美剑凤凰祥 仙鹤立石 深圳九高 萧汉远 凤凰祥起 灵毛五色 彩云光 玄园白鹿 随隐剑 金狮玉象 任行藏 戏观灵福地 真格 赛天堂 又见得洞门紧闭 静悄悄 妖无人计 忽悄头 剑牙头 立衣石碑 约有三丈余高 八尺余阔 尚有一行十个大字 乃是 灵台方寸山 斜月三星洞 美猴王十分欢喜道 此间人果是朴实 果有此山此洞 看沟多时 不敢敲门 且去跳上松枝烧头 摘松子吃了玩耍 少请间 只听得鸭的一声 洞门开处 里面走出一个仙童 真是风姿英伟 相貌清奇 比寻常俗子不同 但见他 抓紧双丝碗 宽袍两袖风 貌合身字别 心语相聚空 物外常年客 山中永寿童 一尘全不染 家子任翻腾 那童子出的门来 高叫道 什么人在此骚扰 侯王扑得跳下树来 上前攻身道 仙童 我是个仿道学仙之弟子 更不敢在此骚扰 你是个仿道的吗 是 我家师傅正才下榻 登坛讲道 还未说出原由 就教我出来开门 说 外面有个修行的来了 可去接待接待 想必就是你了 嗯 是我 是我 你跟我进来 这侯王整一端肃 随童子进入洞田深处观看 一层层升阁穷楼 一进进诸功被阙 说不尽那竟是幽居 直至摇台之下 见那菩提祖师端坐在台上 两边有三十个小仙 视力台下 果然是 大绝金仙 没构资 西方妙相 祖菩提 不生不灭 三三行 全弃全神 万万瓷 空气自然随便化 真如本性 认为之 于天同寿 庄严体 礼节鸣心 大法师 美侯王一见 刀身下拜 磕头不计其数 口中直道 师父 师父 我弟子至心朝礼 至心朝礼 你是哪方人士 且说个相关姓名明白 再拜 弟子乃东圣神州 奥莱谷 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祖师贺令 赶出去 他本是个撒扎岛须之徒 哪里修什么道国 侯王慌忙磕头不住道 弟子是老实之言 绝无虚诈 你既老实 怎么说东圣神州 那去处到我这里 隔两重大海 一座南善布州 如何就得到此 侯王口头道 弟子飘洋过海 登界游方 有十数个年头 方才仿到此处 即使逐渐醒来的也罢 你姓什么 我无姓 人若骂我 我也不挠 若打我 我也不撑 只是赔个理就罢了 一生无姓 不是这个姓 你父母原来姓什么 我也无父母 既无父母 想是树上生的 我虽不是树上生 却是尸里长的 我只记得花果山上 有一块鲜石 七年石破 我便生一野 祖师文言暗喜 道 这等说 却是个天地生成的 你起来走走我看 侯王纵身跳起 拐呀拐地走了两遍 祖师笑道 你身躯虽是笔漏 却像个失松果的狐孙 我与你就身上取个姓氏 意思叫你姓胡 胡子去了个寿旁 乃是个古月 古者老也 约者阴也 老阴不能话语 叫你姓孙倒好 孙子去了个寿旁 乃是个子系 子者而难也 系者阴系也 正合阴儿之本论 教你姓孙吧 侯王听说 满心欢喜 朝上叩头道 哈哈 今日方知信也 万我师父慈悲 既然有幸 再其次个名字 却好呼唤 我门中有十二个字 分派起名 道你乃是 第十辈之小徒已 哪十二个字 乃广大智慧 珍如信海 影物圆觉 十二个字 排道你正当物字 与你起个法名 叫做孙悟空 好吗 好好好 至今就叫做孙悟空也 正是鸿蒙出辟 圆无信 打破顽空 虚悟空 毕竟不知向后 修些什么道果 且听下回分解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刚 很高兴和你一起读西游记 今天呢 我们先来讲第一回 林根玉蕴蕴 源流出 心性羞耻 大道声 这回当中啊 孙猴子从灵石中诞生 在水帘洞中成王 随后 败石于菩提祖师 都说英雄不问出处 可是这孙悟空的老家 着实费了吴承恩老先生 不少笔墨 那我就带大家一起 参观一下美猫王的老家 花果山 水帘洞 还有这水帘洞里啊 烟雾缭绕 有花有树 风景呢 叫一个美呀 还有一座石屋 屋子里头啊 陈设齐全 各种石头做的家具 应有尽有 好比是一套 现成的精装房啊 拎包入住 不成问题 这洞当中呢 有块石碑 上有一行 楷书大字 一共捐着十个字 花果山福地 水帘洞 洞天 花果山水帘洞的名字 正吻合了这里的环境 四季如春 常年鲜花鲜果 取之不尽 又有流水潺潺 真是一块风水宝地 那么关于花果山的地理位置啊 有十多种说法呢 我呢挑两个主流的 给大家介绍介绍 一说呢 花果山 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 云台山中路 这里呢 有一座三元宫 三元教呢 是道教的一个分支 信仰这个教的白族人很多 又称白教 明代的时候啊 苏北地区 三元教非常兴旺 据说西游记作者 吴承恩 也是三元教信仰者 还有一说 花果山呢 就是福建宝山 原因是宝山脚下的顺畅境内啊 发现许多大圣遗址 当地人都认为 这里才是大圣故乡 那花果山水连洞 大家都熟悉啊 可往往呢 忽略了另外四个字 连起来正是 洞 天 福 地 那这洞 天福 地 究竟有什么来头呢 我来为大伙啊 解说一下 要说这洞天福地啊 那可了不得呀 传说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也是道教徒修炼的最佳地点 比如说 西游记在描述镇元大仙的武装观时 也用了万寿山福地武装观洞天的说法 具体来说呢 洞天 是指天然的山洞 而福地呢 则是山中水流充沛 物产丰富的地方 花果山水连洞 正是如此 怪不得猴子们一来到这里 那就不愿意走了 后来呢 洞天福地 成为了一个成语 常被用来形容风景秀丽 是一人居住的自然环境 那洞天福地 一共有多少个都在什么地方呢 说起来啊 这些可都是有现实依据的 唐代的天地公辅图就记载了十大洞天 三十六小洞天 七十二湖地 这共计 哎呦呦一百一十八处的洞天湖地 还记录了他们的具体位置 从近北到岭南的广袤国土之中 都有洞天福地的存在啊 大家要是有兴趣 可以去游览一番 感受一下神仙修道的地方 那这洞天福地和一般的山洞 有什么区别呢 据说呀 洞天福地内部的时间流动速度 远远慢于外界 空间结构啊 也很特殊 一般来说呢 凡夫俗子 是无法进入神秘的洞天世界的 不过呢 也有人因为机缘巧合 进入了这个神仙居所 留下了许多传说 其中最有名的 就属刘软玉仙的故事 记载于南朝刘义庆的 智怪小说幽明录 所谓智怪啊 就是记录奇闻一世 这故事的背景啊 是汉明帝永平五年 刘臣软赵两个农民 一起去天台山劳作 不小心呢 迷路了 误入了一处仙境 哎呀 那里风景优美 嗯 还有两位美丽的仙女 款待他们 两人呢 就在那住下了 各自呢 还和仙女结为了夫妻 半年以后啊 当他们回到村子的时候 家人朋友都不见了 找人一打听 感情现在住在这里的 居然是他们的第七世孙 雅人就才发现 竟然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了 当然 这类凡人误入仙境归来时 发现家乡时过境迁的故事 还有很多 所谓洞中方七日 世上一千年的说法 就是这么来的 不仅如此 西游记是本大书 包含许多中国人 耳熟能详的脸部 接下来呢 我会给你们一一道来 好了 我是和你们一起读 西游记的晚纲 咱们下回再见 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 我们开始主回给大家讲述 百回本西游记 西游记全书第一回 有点像一些纪录片 比如地球脉动的笔法 无人机航拍 茫茫大海 海上一座山 山上一块巨石 画外音 盖闻天地之树 镜头向下摇 慢慢变成特写 那块石头突然裂开 里面蹦出了我们的主人公 石猴 这一回讲的 其实是石猴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故事在这里 只是一个媒介 目的是在于 像读者刻画 孙悟空这个形象 这是整本书的第一主角 值得注意的是 孙悟空从一出生 就有记忆 他向须菩提祖师 自我介绍的时候说 我也无父母 既然无父母 那么他自己的出生 就没有任何人 可以对他传述 但他自己记得他的出生 我虽不是树上生 却是石里长的 我只记得花果山上 有一块鲜石 七年石破 我便生也 他对少年时代的自己 评价是 人若骂我 我也不恼 若打我 我也不撑 只是赔个理儿便罢了 一生无幸 这与后面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显然是很不同的两种个性 但 这是孙悟空的猴生里 第一次自我介绍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他的猴生轨道 看到他是如何变化 和成长的 由上可见 石猴与生俱来 保留了很多通灵的记忆和能力 但石猴的童年时代 过得是 类似人类童年时的情状 喜喜玩乐 成群结伴 他们玩啥呢 抛弹子 瓦末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 丢死死的游戏了 锻炼的 应该是瞄准和投掷的能力 跳沙窝 气宝塔 这类似于跳飞机的游戏 锻炼的是跳跃和铸剑的能力 扯葛藤 鞭草袜 则应该是发生在小母猴之间 有点类似于女孩子用凤仙花瓣染指甲 敢蜻蜓扑巴腊 不用说了 就像人类幼童 斗蛆蛆玩炸萌 至于参老天 拜菩萨 则是孩童常有的一些日常迷信 比如 会认定某一块石头是幸运时 四片叶子的草 比三片叶子的更幸运 诸如此类 但在这个时候 一座为猴子们设置好的水帘洞 天然地出现了 这个水帘洞里的一切生活用品 日常物件 一应俱全 所以让人忽疑 这些到底是如何来的呢 假如我们接受 《西游记》是一部象征色彩极强的小说 任何事物情节都有相应的象征意 那么在这里 石猴代表的是我们的心灵 水帘洞就是由石猴的意念 所创造出来的港湾 必是安乐之地 石猴带领群猴 进入这座石洞之后 他提出了他的要求 石猴 端座上面道 列位啊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 你们才说 有本事进得来出得去 不伤身体者 就拜他为王 我 如今进来又出去 出去又进来 寻了这一个洞天 与列位安眠吻睡 各想成家之名 何不拜我为王 正猴听说 都功夫无为 朝上礼拜 口称千岁大王 自此 石猴 高登王位 岁称 美猴王 石猴既然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没有父母师长的教育 从来只是跳树攀枝采花蜜果玩乐游戏 但是以上两段可见 他不但懂得先贤古训 还懂得官场之位排班 这里对权力的欲望 第一次在石猴身上呈现 水连洞 是一个必是安乐之地 正如众侯所说 我等日日欢会 在仙山福地 鼓动神舟 不服麒麟侠 不服凤凰馆 又不服人间王位所约束 自由自在 乃无量之福 但他是否能彻底把恐惧和苦难 隔绝在洞外 显然不能 有一天 石猴 这时啊 他已经被称为美猴王了 与群猴喜宴之间 忽然忧恼 坠下泪来说 我虽在欢喜之时 却有一点远虑 今日虽不归人亡法律 不惧禽兽威福 将来年老血衰 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 一旦身亡 可不往生世界之中 不得久住天人之内 这里 对长生不老的欲望 在石猴身上呈现 所以这一回 是石猴身上 各种欲望的呈现 对权力的欲望 对长生的欲望 这些欲望 他都用与生俱来的 非凡能量 去实现 孙悟空的行动力 从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强 他一想到 要去学习长生不老之道 马上就令猴子猴孙们 折些枯松 编做法子 取个竹竿做薅 收拾些国品干粮之类 然后就朝着大海的方向 从东圣神州 渡到了南山部州 在南山部州 他游历了八九年鱼 串长城游小线 没学到要学的 于是 他又再次来到大海边 编个法子 渡到西牛鹤州 在这里 他看到一座高山 遇到一位乔夫 前面说过 西游记是一部象征意义很强的小说 在这里 乔夫的出现 象征的是石猴十数个年头 寻寻觅觅之后 突然降临的契机 这个人物 是石猴与神仙之间的桥梁 但有趣的是 小说把他塑造得既超然又世俗 让一个本来符号化 桥梁化的人物 也显得生动幽默 他向一个单位派发传单的小宫 做着神仙的广告 但是当孙悟空 让他做更多的服务时 他又不愿意了 假若我与你去了 却不误了我的生意 老母何人风扬 我要着柴 你自去与自去 所以 他能为修道所付出的 就只有偶尔 学一首诗歌的经历 乔夫向孙悟空推荐的地方叫 灵台方寸山 斜月三星洞 斜月三星 其实写出来就是 一个心字 心灵的心 很明显 这里是心的所在 住在这里的神仙 叫须菩提祖师 这是孙悟空的第一位师父 不过 关于这位师父的故事 是从小说的第二回开始的 总结以上情节 在这一回里 孙悟空表现出三种欲望 对权力的欲望 对长生的欲望 对能力的欲望 而孙悟空的这三个欲望 不正是对应着 普通百姓的三种普通愿望吗 权力 长生 能力 西游记里的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 会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变化 孙悟空也不例外 在这一回里 他展现的是他的性格里最基础的部分 就包含在这三个最基础的欲望里面 好 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的赏西先到这里 咱们下回再见 感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大家的聆听 明镜与点点栏目